哈喽 大家好 玄幻小说 请问没信 玄幻小说 请问没信 然后我们今晚再来测一个问题 看一下子女与本源一百成天的主缘神合一 目前合得怎么样 然后是这样抽了这几张牌 心比其宝剑九尼尾 权杖爱 心比爱 这个权杖是太阳派 吊人派尼尾 然后权杖爱 意味 这个牌 看起来的话就是 这个合一的话已经是在一步步的合一了 因为这里有心比七嘛 还有图元素 心比爱 就是看起来它还是 现在是比较能够一个平衡 就是说能够能量还是可以平衡的 但是就是说也是有会出现问题 那么你是一个地球上的肉身 然后也那么都高成天的这个主缘神合一 那么就得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些事情 因为保健酒又在这里 保健酒的话也是有很多困扰 也是一道一道一道 这样子要合一 那就是 所以的话是有些麻烦的事情的 就是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是会让人头疼的事情 但是另外的话还行 就是说这些困扰都会在这个 合一中慢慢的把它平衡掉 然后进一步的合一 也是像新密期也是看到 就是说合一过程还是 好 有做一个阶段性的合一了 就是说有一些合一的和好的这个地方了 但是还是这个 就是说能量还是负重比较难的 就是说主缘神跟子女的肉身合一 也十根全杖 就是说这个合一不是很轻易的事情 就是说一步一步来 就是说这个人走在路上 他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就是一个阶段合一部分 一个阶段合一部分 一个阶段合一部分 总体来说还是 就是说肉身与原神的能量 还是能够有一点通平的 因为太阳排这里 就是这个事情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总有一天会出太阳的 所以的话还是比较 能够和谐的这个合一下去 然后也就是说 子女跟他们两个合一 也是在进一步的前进 也目前的话还没有完全合一好 这个都是要一个过程的 就像每个人都一个修行的 然后一步一步向前的 所以的话也是合一了 也是有一些能量 也是两人的合一还是有变好的 也是太阳排嘛 就代表这个能量也是升级的 所以说还是升级的目前为止 所以的话是一直往前面发展的 一直往前进的 当然过程这个还是有不轻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话就说 合一的话那你得能量同频啊 对吧 然后所以合一起来也不是不容易的 就是每个人高未来的话 那个原神合一的话 是很有很多事情的 就是说你业力也得消除 你的筋脉也得打通 所以的话封印也得解 所以跟原神合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也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里也是可以 因为我们道场也是可以解封印啊 然后帮助人原神合一啊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还有这个消业 就说子女期嘛 就说这个盘地位也就说 把她之前的业力都消完了 然后还有这个封印全部解了 经脉全部要打通了 对吧 那些神通啊 起码都慢慢都要有了 所以的话 她也是就经历了那些过程 所以的话 你说合一元神是不容易 特别是高 高层天 这个100层天 780层天以上 都是合一起来比较难得 如果你是来自33层天 那么你的合一稍微容易一点 但是那个内心的修行还得修 假如你是高层天来的你那个合一 那么首先你得消夜 还有这个消夜 就是消冤亲在主 还有一个解封印 还有一个这个 就是你的心啊 有没有那么多贪嗔痴慢疑啊 有没有无我啊 对吧 有没有做到反谱归真啊 有没有做到平常心事道吗 有没有做到不惧怕生死啊 有没有做到无畏啊 所以最后就是说 那你这个人的修行 也得是大到自己 反谱归真 修真 你的元神才会跟你合一 就是说你起码最少的一个 是一个真善人 要不然元神不敢跟你合一 他也不敢 不敢 就是说能量污染他 等于是 所以的话 就是说解封印啊 合一啊 不是那么容易 扯远了 回到主题 就是说现在能量还是可以的 就是太阳派出现 那代表就是说 他目前的合一的这些部分呢 那还是算是成功的啊 然后是能量这个往外啊 都是能有一些地方啊 都是合的还可以的啊 或者子女的这些 慢慢的也一些神通啊 也会慢慢有啊 所以的话 你看是 这也是表示这个 还是可以的啊 像这个心脾气一样 也是一步步的在往前进啊 然后就是啊 不是那么好容易合一啊 因为肉身 那么你在地上维度呢 你也要跟一百层天人合 那能量得要跨多少层啊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慢一点 好 然后这个也是不容易事情 那么调人 好 调人力位 就是说 他现在这个能量 好 就是说 嗯 也需要再平衡 好 然后前面爱纳就说 好 那么 子女一个人的话 得做到 好 什么 无我 好 做到无我 好 才能 这个全身的一个合一 好 就是全身性的一个合一 所以的话 还需要一个啊 具体的平衡 好 就是说 需要子女在自我的一个平衡 好 子女得 好 无我 无贪嗔痴脉义 好 没有任何的那种 好 情绪啊 起伏啊 都是要一个 安安 稳稳的状态 然后这样合一的话 比较好 所以的话 就是说 也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动 好 嗯 所以的话 他 那么子女也是需要 就是说 全部的一个啊 放下自我 然后能量也得高 好 那你不能说 晚上不休息啊 对吧 因为全 晚点久 那么可能子女的休息啊 有可能会晚呢 也会影响这个合一 好 就是说能量 没那么高 对吧 身体数字不行 也不是很好 所以的话 他也需要 全方位的一个调整 然后才能做到 全身心的这个合一 好 所以的话 好 好 调人排 另外这时候 好 就是说很多事情 他得调整好了 然后才能够更好的 与原神合一 好 更快速一点 好 也是这样的 那全都爱是 代表就是他 好 也一直在 做一些行动 好 然后要继续的 调整自我的能量 调整子女 自己调整自己的 这个肉身子女的能量 然后也得调整好 那身体数值各方面 都得养好 然后才能合起来 才能够更好 合起来才能更快 好 所以的话 现在子女能量 还没有完全的 就像肉身子女的 还没有自己 还没有平衡 好 因为这个心壁 有高有低 所以的话 这后面又是有波涛修涌 所以的话 他各方面 其他自己得 好 对吧 事业工作生活 然后自己的内心 都得 好 做一个能量平衡 那么合一起来 就更快了 目前的话 合一的话 就是说 也合一了一部分了 好 但是 没有完全的合一好 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所以希望各位 高未来的未来 都会有这一步 但是你如果是33层天 40层以下来的呀 那稍微合一好一点 但是你那些步骤 都可能还是需要做的 好 像我今天碰到一个顾客 对吧 也是 好 也是这个什么 又被人家灵魂契约啊 然后 对吧 那个西方的 西方的这个沙旦 还有日本的那些 小兵 跟着沙旦的那些跑过去 弄他 逼他签那个灵魂契约 好 这些 都是一个麻烦 的事情 因为这些人 他们是一直在地球 这个 就是控制人类的 这个也是很不好 但是像我们这边 都是能解决的 所以的话 就是每个人 都得保护好自己 看 对吧 学会 保护自己 然后因为目前 还重生的话 还是在清理的 未来也会一步步 清理 但是没那么快 因为太多了 因为这个地球 累积的太多了 因为这些东西 比你人主还多 所以的话 也是一个大工程 请你 但是那些人 就是已经 这意义是已经疯狂了 到处的弄人 因为我们也不是 接到一个事情 接到很多 都是被这样子 要签契约的 就要 他们想拉成 他们的人 对吧 拉人家 请他们团队 这种 这邪恶的 拉进去 最后也是被审判 因为天道法则 也不允许 这些人乱来的 虽然天道不允许 允许他们有这个道 但是你不可以 去害人 你也可以修行 所以的话 众生平等 是因为你要做好事 你才能众生平等 你要做坏事 怎么让 天道也不允许 所以的话 最终还是有这个 善与恶的分明 天道无亲 也常与真善人 只能是这样 尽管他们可能 消长个 对吧 多少年 但是最后 还是会被清理的 所以的话 就是愿我们 大家都是 走这个善道 做一个真善人 然后希望子女 快点这个 合一 然后也是 合一了嘛 也能做更多事情 帮助众生 当然 这个也是 人家的使命 就是这个 所以的话 也不用拿 只剩他们 是你开玩笑 因为都是来救世的 是清理那些 控制人类的 音意识的 那么这个话题 就说到这里 玄幻小说 请问